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近期愛用的保養品嘛 我自己平常其實我在保養的步驟非常的簡單 我通常晚上睡覺前我擦的保養品絕對不會超過三罐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最近晚上最常使用的保養品用哪一些 他首先定一樣這個產品是藍芝他們家的晚安唇膜 他叫做Lip Sleeping Mask 是針對唇部的晚膜 我覺得他非常的特別 他也是我第一個買有關是單純唇部保養的產品 我當初會買他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被他的外包裝給迷惑 就是他的外表非常可愛 你看他大概是手的大小 可是他裡面的量是非常非常的足夠 他還會附一個這樣子小小的勺子 讓你可以挖裡面 我覺得這超貼心 我非常喜歡這種大罐的會附這種勺子做使用 因為我自己平常我不太喜歡是 直接勾保養品裡面的東西 我都習慣會用一個勺子 把它挖起來 所以他這樣子直接附在一起 我就覺得非常的貼心 那他這個呢 我平常就是在睡前的時候 會擦在嘴巴上 我覺得他非常的滋潤 就是你隔天早上起來 你還會覺得說你的嘴唇好像 還是有一種彈彈的感覺 這個打開來呢 他裡面會附一個小蓋子隔絕那個長的東西 裡面呢長這個樣子 我自己有個習慣是就是在挖保養品的時候 我會挖同一個地方 就是我不會到處挖 如果是這種尤其是會固體 會是一個洞在那邊的 我都會是朝同一個方向挖 不管是眼影啊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看 他裡面已經是很深的同一個洞 那他用的量非常的少 就可以塗滿你整個嘴唇 你他的勺子大概是一個小拇指的量 但是通常你只要大概用三分之一的量 就可以塗滿整個嘴唇了 我覺得這個的那個保濕程度很足夠 如果你是嘴唇比較乾燥的人 我覺得你們可以買買看這一罐 他的價錢也沒有很貴 買不到一千塊就可以買到這麼大一瓶喔 他的這個味道聞起來甜甜的 有點像是櫻桃的味道 很像是我們在吃糖果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的味道 如果你是不喜歡保養品的味道的朋友 可能就不適合這一罐 可是如果你是嘴唇比較乾燥 然後你不怕說保養品會有味道的話 我還蠻推薦這一個的 那我最近只要睡前有擦這個 隔天早上起來 我就覺得我的嘴唇還蠻保濕的 餵前都是會使用凡士林厚服 我覺得他這兩者相較起來的感覺 凡士林是讓你的嘴唇 不會有死皮 可是他不會讓你特別有保濕的感覺 可是使用這個隔天早上起來 你會覺得嘴唇好像有特別彈一點點的感覺 給大家做參考試用 如果你們有想要買唇膜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像是最近聖誕節要到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個不錯的產品 因為他看起來真的很可愛 如果你是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要拿這個當做送人家的禮物 我都覺得還蠻合適的 那再來是基岩他們家的美白化妝水 這一罐我是要拿來代替我之前很喜歡用的 自白肌的化妝水 因為我之前的用完了 我就想說買新的產品來試用看看 那他這個他是寫說美白的 我自己對美白的產品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不會特別去觀察說他有沒有變白 可是呢我覺得他用起來的感覺還蠻舒服的 他是屬於濃稠型的化妝水 就是你這樣子會有點帶黏度的化妝水 用起來呢我習慣是用化妝棉 或是直接拍在臉上然後把它推開來 他用起來雖然他是標榜美白 可是我覺得他的保濕程度也夠 像是最近天氣轉涼的時候 用起來我也不會有一種脫皮的感覺 所以呢我覺得這一罐還不錯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找化妝水的話 也可以去試試看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Peter Thomas Brown他們家的玫瑰酥潤活化面膜 他們家的產品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厲害的點是什麼嗎 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是當晚安面膜 我就直接厚敷一層在臉上 隔天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是完全吸收 因為我第一次起床的時候 我就去刷牙 可是我刷到一半才想到說 欸對耶我昨天用使用晚安面膜 所以我就很認真看著我的皮膚 我發現哇賽 他真的完全不黏膩耶 所以我之後又試了好幾次 每一次都是這樣 就是我晚上厚服起來呢 他你臉上的那個 臉 皮膚外層完全不會有油膩 因為我以前用過其他的晚安動膜 有時候睡覺起來 我不會覺得說他好像有被吸收的感覺 反正會覺得說臉好像黏黏的 就是感覺他沒有被我的皮膚吸收 可是他們家的這一罐產品 我用起來就是 他真的是吸收力很強耶 我用完這一個當晚膜 隔天早上起來我化妝之前是不用再上化妝水還是什麼的 完全不用 所以我喜歡他們另外一點原因就是可以讓我多睡五分鐘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我早上就不需要再等那兩三分鐘讓我的保養品吸收 我就可以直接上妝 你知道早上的時候三分鐘是非常寶寶 也不管你是要趕車趕捷運還是你要趕上課 三分鐘都是很黃金的時刻 而且我覺得他的保濕程度很足夠 所以我也帶他去美國 美國的冬天是非常非常的乾 所以如果你的保濕程度不夠是完全沒有辦法做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在找有關保濕的產品啊 或是保濕的倒膜碗 我可以參考看看Peter Thomas Roth他們家的產品 好那以上就是我最近常使用的保養品 因為我的保養步驟真的不多 所以我的平民觀觀通常就是那一些 那我以前常用的那幾罐我都已經跟你們分享過非常多次 分享到爛了你們可能也不想再看了 所以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說 我還沒有在頻道上面跟你們分享的幾罐產品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知道我平常都是用什麼樣的保養品的話 就可以先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加上今天這一部 就是我通常都是這一些產品在輪替 那我知道會再出一部影片是有關我的夜間保養的程序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就拭目以待囉 好那就是這個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那老樣子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按這邊的紅色按鈕 點下去就可以在每個禮拜三不定時跟固定禮拜五晚上八點鐘看到最新的影片 那如果你想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可以點這邊 就可以看到我上一部的影片囉 那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